澳门健康码手机应用程式 除了原本的健康申报功能外 新增了行程记录和风险检查两项功能 首先,在手机上的App Store、Google Play Store 或者华为App Gallery下载澳门健康码 成功下载后,打开手机应用程式 填写个人资料 输入手提电话号码 收到手机信息显示的验证码后 填入验证码的空格里面 完成后,即可开始使用澳门健康码手机应用程式 可以生成健康码 也可以在应用程式右上角点选检视记录行程 或进行风险检查 到二张贴场所二维码的地点时 在主页面中点击数码按钮 并掃描场所二维码 澳门健康码手机应用程式 截有数码镜头追踪功能 可以很快地自动放大对焦掃描场所码 也可以用手放大对焦掃描 成功掃描当前的场所码后 会听到提示声音 响一声代表你尚未接种疫苗 两声代表你曾接种疫苗 你可以查看28日内的行程记录 行程记录会以加密方式 储存在你的手机程式内 超过28日的记录 就会自动删除 一旦出现风险场所 你可以自行进行风险检查 是否曾经与风险人士相约的时间 身处在同一场所 行程记录掌握你手 描行装 rek subt两 teria reg蟋 五 五 五 六 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